渔树 我们来了 猜猜我们到哪儿了 我们到渔树 猜猜我们到哪儿了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渔树 在中国这么多年 确实是第一次来渔树 我觉得我对渔树最大的一个期待 就是因为之前 渔树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 我觉得渔树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我发现 其实这是有好多种藏族文化 所以我其实希望就是 在能够享受这些美丽的景色 的同时能够更好去了解藏族文化 因为之前确实 对藏族的文化了解并不多 所以这是我这次来 渔树最期待的部分 很高兴来到渔树 然后特别期待这些旅行 看到不同的风景 然后不同的地方 我特别想看的是马尼水 老师 老师 你要不讲一下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赚金桶 然后 但是龟国这么大 数量这么多的 就是我们玉树的新寨村 首先我在送的这个蚊子 我是觉得还挺神奇的 就是因为平时我们连汉字 就汉的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上面的蚊子就特别有意思 然后刚刚老师讲的就是他们这种文化 就是这边去买 然后再从那边供给那边 就是这种文化和习俗就是特别有意思 而且它每个图案不一样 就是有的是圆圈 然后还有一个一个的 比如那边就是特别大 这种文化和习俗 所以就这样烤的比较容易 就这必须要把习俗和习俗 这种文化和习俗 哇 感谢 谢谢 好 艺术美不美 美 文昌公主 她被汉藏民族 冠写出了很大的故事 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旅行人 文昌公主的故事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她是怎么把两个民族 就是团结在一起嘛 包括她把当时汉藏的技术 带去心脏了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 这都我们学习的一个点 因为现在我们也就是 世界算到了和平了 但是可能有些民族 还是不太和平的呢 就是我们是可以 每一个民族可以 向另外一个民族学习 就像比如说我是一个 在中国的外国人 我也想中国人 学习很多的知识 然后我也很乐意地分享 我自己国家的文化 就是这种文化传播 然后文化的分享 是我觉得对世界和平 是非常重要的 好 之后你会发现 真正看到便宣 原来比罗上的照片 那我们看太多 太好了